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李文汉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安顺,我的家乡 我在安顺出世长大的 虽然我离开了安顺都有50年 但是每年我都回去清明制造素墓 我所有的家人都已经搬出来吉林坡了 但是我还有很多亲戚还在这里生活 刚巧我还有一个堂妹,Annie 她是做饮食的 这一集的介绍就靠她了 一提到安顺,我想大家都会记得她的地标 一定就是这个邪塔 本地人是叫她大钟楼 可能你不知道 其实这个塔原本的用途是一个大水箱 处水拿来救火和防备早贵无水 当然也是用来捕时间 这个塔是在1885年 由建筑师梁传宗成建的 在1941年 日本军兵就用她来做监视 60年代 她都是我学后同志军的总部 今天这个塔都保持到很好 成为安顺的地标 我觉的旅游地点之一 如果你在80年之后出生 你很可能不知道 德鲁丹的前名是德鲁丹丹 我又要和你们讲一下历史了 在1511年 一帮马六甲的皇亲角色 为着要逃避葡萄牙的参略 就走来这里 以前这里是几个村客一起的 它就是司马登 马达纳必和巴西尔佛达玛 它的原名是德鲁丹丹 后来在19世纪底 英国政府就将这几个村 建立为一个城 当时Sir Archibald Edward Anson 是负责这个项目 你都知道英国人是几鬼死骄傲的 在1882年 他就用自己的名字 来改叫德鲁丹丹丹 虽然在1982年 我们的政府都有改它叫德鲁丹丹 但是中文名还是叫安顺 好过叫英坚吧 到了1950年 安顺就成为匹匹州第三大的城 以前它都是一个很繁忙的城 因为安顺的匹匹河下游最大的河巷 是一个重要的当地港口 全靠它云石矿 薯胶与电油云出口 所以安顺就变成了近小城的生意交易中心 例如达巴、米多、沙巴本林等等 可惜这条匹匹河 因为上流浪的侵蚀作用 就越来越浅了 因此船就不可能入安顺港入货了 那就使到安顺的经济衰退了 一直都没有发展过 很多年轻子就离开安顺去外国寻食了 包括我在内 到了90年 安顺就脱罚人手 那就开始请了很多外奴 幸好现在很多高速路都有运接入安顺 交通方便了 令这里的经济都有起色 今天安顺都很冲畅了 很多住宅、工厂都在郊外发展 特别就是这个医院 是我国最大一个医护训练馆 人家说来到安顺只是做两件事 来参观大钟楼和吃安顺猪肠粉 当然不像这些 安顺还有很多特色东西 不妨来参观一下 这家1910年起的Church of St. Luke 和这家183年起的福顺宫 和我以前陪外母来还神的广东摇 当然不可以错过这个纪念石 据称这块石头很有生命 以前英国政府摆上去 它只是火柴盒这么大 我建议你们坐艇出去霹雳河 来观赏下白露与萤火虫 或者你都可以走远点 来参观下马来西亚天空之镜 那当然不可以少得安顺的美食 你别说我偏见 因为我在安顺长大 安顺的美食实在是沧海为主 你不妨跟我逐当逐当来品尝一下 记得你安顺住一晚 那你就一定能够亲自体验 当地的风情和饮食文化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好给我个赞 分享一下 如果还没订阅 就麻烦你订阅 谢谢你 现在排名没分 先后 我们来安顺尋找最棒的美食 首先我们走来这条安顺最旧的卫石街 它是位于皇后街 以前这条街 早上是最远效的 因为安顺的旧北式 也是在这个位置 一般街坊一买完菜 就走来这里找食物 这条皇后街是很短 所以只能够摆到大约40个档口而已 41号的安顺茶档 在这条街都有三个茶水档 但是这档从1969年营业的 是最老的一档 以前他们就在拉美开过B店 但是就停了租药 这位档主Annie Lee 也是我的堂妹 她是跟她的爸爸接手来做 我问Annie 为什么她的咖啡会冲得这么好喝 她很谦虚话 都是硬件功夫 一般都是靠纯正的咖啡粉 但是主要就是滚水的温度 是要刚刚好 这杯咖啡冰 真是很香浓 可以比得上二补的水平 怪不得这么多熟 每天都来探查 39号的老鼠粉 这档老鼠粉就夸张了 如果不是一日前预先来订 就肯定没得吃 我都几乎吃不到 好 幸好Annie 昨天都有帮我落地 我都亲眼见到一位客 给他们赶走 这位韩先生 是第三代接班人 这档老鼠粉 都有80年的历史 他们的老鼠粉 是不像吉隆坡 是比较纯正 可以吃到米的香味 吃过这碗老鼠粉 都很满意 但是汤很鲜甜 一点都没有味精的感觉 粉是很滑 又爽口 可惜我太太说 鱼丸就有点腥了 1号的皇后街豆奶 一般如果我要吃到 最正的豆腐花或是豆浆 我都是去二补 当然啦 他们是用山水来制作 这位王先生在这条街 都经营了60年 以前他是在对面摆档 后来就搬来这里 都有12年了 如果你问安信人 哪里可以吃到 最正的豆腐花 他们一定会指来这一档 这档食物的价钱 还是留在2000年的时光 豆腐花和豆浆 只是买混半 试过这两个口味 都非常满意 主要的就是他们的食物 不会太甜 17号的荣基云吞面 以前我来这个围食街 都当然要吃过这里的糯米饭 才踩单车上学 可惜他们七百年前都退了休 幸好我的太太都会做糯米饭 而且还好吃 说到云吞面 安信都不算是很出名 但是这档荣基都算是例外 这位林先生都经营了50年 生意做到非常之好 所以他的太太和儿子都有出来帮忙 他们的云吞面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就拌得很入味 料都给的很丰富 我吃到很过瘾 爽口的面配上大大粒的云吞 14号的包仔点心 以前安信是有一个地标 就是昌记酒楼 他们的饼和点心是数一数二 可惜在2007年 业主就要拿回的部位 那就停业了 好彩其中一个火头 都有出来开这档包饺 转瞎眼都经营了35年 这位邓先生和他的妈妈是做门事 他的老爸是在家亲自做点心 他们的点心是有传统口味 真是在广州的老茶楼只吃得到 今天我来池都没什么选择了 吃过这几个味道都很满意 真是很怀念这个传统的味道 Mastangani Mirubus dan Roja 人家说如果你来到安信 没吃过他们的猪肠粉和Mirubus 都没算来过安信 这家Mastangani就很厉害了 成功到在霹力州开了七个分店 老实说 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华人的Mirubus 不是偏见 我倒是觉得妈妈的好吃点 Mastangani是从六十年代开始 现在都传到第三代 他们的酱汁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道是吃不到的 今天我就来池吃不到总店那间 幸好对面的分店都有开 吃过这点Mirubus 和我每次吃过都是一样 好好味 保得顶 阿仔Roja 如果你在安信长大 你敢说你没有离干顾过这双Roja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 最正的Roja 是来自吉隆坡吗 那这双安信Roja 都算是例外 老实说 当我五十年前离开安信 我都没有光顾过他们 以前他们就在三文门口的对面来摆档 而且当主的名字叫阿仔 现在圣灵这两兄弟 就帮他们的老爸接手 他们的脱汁是有点特别的 有下通菜水櫥和鱿鱼 第二道是很难吃得到的 他们的脱汁是一流 现在他们的Roja 比以前更好吃 那斯坎达Krishnan 安信人叫这档那斯坎达为大树头炸鸡 其实安信也有另外一档很出名的那斯坎达 位于Speedy Road 但是就没有Krishnan的炸鸡那么出名 我的外父生前都时常带我来这里吃 记得那时候很多拿这碗来吃 都是拿几个炸鸡 但是埋单的时候 他们说只是吃一块 现在这位当主Krishnan都学精了 叫他的儿子未吃之前就要计数 他们提供的松菜都是一般 但是顾客是贪他们的炸鸡 新鲜滚热辣 吃过这碟饭都不错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不错 烈士茶餐室 这间茶室都有48年历史 以前是在对面营业的 两年前就搬来这里 他们的名字叫烈士茶餐室 因为以前在隔离就是烈士器院 现在都很先进 改造Sini Blacks 这位吴先生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也有叫他的太太和子女出来帮忙 除了招牌咖喱面 他们也有提供烧腊鸡饭粉面 还有很棒的茶水 今天我就叫了我最怀念的咖喱面 因为安顺的咖喱面是很特别的 有鸡丝和叉烧的 吃到很满意 这一楼 新乐天茶餐室 虽然很多人说最棒的咖喱是来自奔城 但我最怀念的咖喱 是60年代的安顺咖喱老 他是用桥军托着 边行边卖 他的汤磨得鱼肉碎碎 而且一点都没有落虾酱 到了今天 我都没有机会吃这个味道 今天我就来试这个勒沙 是Yon Yami 起码都有落虾酱 这位林先生是第三代接班人 整个个B店都在他们包办 而且楼上都做了Homestay 这碗勒沙都很不错 汤很鲜甜 鱼肉都磨到碎 可惜就有落虾酱 阿华茶室 这个个B店是全安顺最好生意的一间 每次来到都是要等位 他们的招牌粉就是Miru Boots 但都有提供其他很受欢迎的美食 举例有咖喱面 羊豆腐和海南茶 圣谭这几姐妹都经营了三十年 以前他们的妈妈 就在阿庄街的喂食堂开始 现在那个堂口就由她的弟弟打理 今天我就不想吃Miru Boots 或是咖喱面 因为都吃过很多次 反而我想试他们的干拌 吃过这个干拌面都很一般 应该是吃一些熟悉的口味才对 新鱼香斧头香饼 来到安顺 你都不妨想想买些手信 我建议你买香饼 安顺是有两间很可靠的香饼老字号 但是这间新鱼香斧头是比较受欢迎一点的 其实香饼是100%一个马来西亚的产品 它是由二宝坤龙喇叭开始 后来安顺饼家就把它做到完美 虽然新鱼香斧头的香饼是最抢手 但是他们的豆沙饼都不错的 可以比得上奔成那些 今天我就扮成游客 趁下月饼一样买一些 果然名不虚传 每个口味都不错 好东西 廖记脂肠粉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 安顺是有两样东西最令人注意的 就是大钟楼和安顺脂肠粉 其实安顺脂肠粉 现在随街随巷都买得到 包括新加坡在内 安顺其实是有几间脂肠粉 但是这间廖记就比较受欢迎 虽然他们的招牌是讲明家料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 以前还说吃到些猪肉粒 现在只是吃到沙岳和虾米 没错 它是挺好吃的 但是六口半真的有些不值得 怪不得本地安顺人是不吃它的 只是给一些外波人买贵了 买了都三四十包 我可以做一些不脂肠的 是不脂肠的 是不脂肠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不脂肠的 不脂肠的 不脂肠的 出责导 我可以做一个不脂肠的 我可以做个不脂肠的 不是不脂肠的 感谢观看